假如你是一位患者或家属 你的主治医生在此次医药办法中 因违规违法被停职 甚至被法律严惩 而你的治疗将会由另一名医生接替 你会不会崩溃 假如你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 曾经给过你工作上的支持 生活中的关爱 人生路上的指引 你却发现 他是一个犯了贪污罪的人 你的世界观会不会一夜之间崩塌 此次轰轰烈烈的医药反复 触目惊心的不只是愤怒 但我要先说愤怒 目前为止 全国至少有176位医院院长 书记和医保干部被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原院长王天朝 贪污1.29亿 收受房产多达100通 云南普尔市人民医院院长 杨文俊 进口价1500万的医疗机械 他拿了1600万为口 长沙香雅三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孟杰 放任无资质学生 违规操作至三个月内两例患者死亡 事发后孟杰伪造医疗文书 并要求其他医生签字单词 全国近四万多家医院 四百多万医生 五百多万护士 两万亿的医药市场 在此次医药反腐过程中 除了违规 违纪 违法的医生和干部之外 还有一群人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那就是医药代表 如今医药代表将近三百多万人 也许在此之后 这个职业将不复存在 但此时不少医药代表 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删除和医生的聊天记录 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个名词 叫做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指的是 推广某款药品的时候 打通所有环节所需要的费用 不少医药公司的销售费用 不仅超过了研发费用 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利润的总和 比如说某某制药 净亏损15.3亿 销售费用竟然高达74亿 一位医药代表透露 一款新药要引进医院 得走五四三二一原则 什么意思 五个点给一把手 四个点给业务院长 三个点给药剂科 两个点给科室主任 一个点给医生 那么现在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位患者或家属 已经负责了你一段时间治疗的主治医生 在此次医药反腐中 应违规违法被停职 甚至被法律延长 你会不会崩溃 我刚才说了 不只是愤怒 那愤怒之外是什么 不愤怒之后 你会不会跌它 你会不会跌得到 我刚才 ответ完 我曾经在这边 我都会没解决 但我会发生了 对我来说 你会不会跌得到 我耶语 我再跟这边 你会扶了 我还没有 那么这边 你会不会跌腾 你会不会跌腾 我现在 我有一不полож短 我没船 你会不会跌腾 我想过 我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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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风顺才能够成为主任医师 而专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当中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不仅是医生本人 他的家庭和国家都要投入大量的经费 还有他自己的汗水专注和研究 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患者的托付 一例又一例真实的案例 成千上万患者的信任 这才能够成就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医生 因此我们所有的失望和痛心 都比不过两个字 那就是 在此次医药反腐中 任何一位医生的沉沦 都是我们所有人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现在看看那一幅幅 痛哭流涕后悔莫及的面孔 无论如今看来是真实还是虚伪 我想当初 当他们决定要成为一位白衣天使的时候 他们内心的向往 都如同他们最初的宣誓 我要清清白白行医和生活 无论进入谁家 只是为了治病 不为所欲为 不接受慧 那么有人半途而被 违背誓言 但也有人始终坚守誓言 始至不渝 就死扶伤 奋战一切 我们不仅要记住他们 我们更要由衷地信任他们 爱护他们 因为他们是阳光 是希望 患者有医保 医保却赶不上药价上涨不速 医生有医术 但医术必须要跟上医德的脚步 我们不害怕医生对我们说一声 无能为力 因为只求尽力 我们怕的是 医生对于自我约束的放弃 才会让人 哭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